不曉得昨天有沒有睡好 太累是睡不著 再來看到這一場 又來了 彭俊坤還有張衛成 張衛成剛剛這麼漂亮的小內哥 我們來看看這一場他又有什麼樣奇特的動作 彭俊昇代表文化大選張衛成 張衛成剛剛提到一個月瘦8公斤 180公分的選手 81公斤 這麼標準 官傑這隻跑不掉了 這隻跑不掉了 郭俊昇現在有辦法 對 以他的那個能力這隻沒有翻起來 他應該會很生氣 抓緊 偷笑了一下為什麼 腳被夾住了 腳被夾住了 這個角度剛剛是沒有看到 右腳被夾住了 對 張衛成剛剛是擊敗了黛玉 現在是他第二場比賽 第三場比賽 那以這種賽制 張衛成上進四強 黛玉就有的復活 那黛玉復活的第一場 就是將會跟上這個彭俊昇 剛剛很有水準 這個壓制的觀念真的很好 又來了 現在又進入到壓制了 這個壓制的觀念真的很好 這沒有摔 但是因為對方一個實際上的失誤 讓重心不穩 然後張衛成又先搶好了控制點 這個是下巴也在處理的一個壓制 這算是橫四方壓制 但是下巴也要幫忙處理 這個動作雖然沒有乒乓 但是這個的控制太美妙了 我這邊要大力呼籲 81公斤的其他選手們 請你們用力施扯 我們張衛成的柔道符 我們才可以看到他的刺青 到底寫了多少個柔道啊 來看一下 現在看這個 漂亮 你看 好 美妙 這個控制是 他很輕鬆的臉耶 對